大家好,我叫何叶凤 这里是我守护的这片田野 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大学毕业以后 我没有选择黄华的大都市 在海南基地打平学习六年后 我来到白竹乡上村村 从事水稻育种植无公害蔬菜等等 年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 粮食产量超过1000吨 为这里的村民提供了数十个的就业岗位 每年的7月到8月份 是种植的双享期间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 我就来到了基地 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家里 为了确保早到颗粒归仓 晚到顺利地种下去 我和大家连续工作了数十个日夜 上村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无趣 给我更多的是探寻中的惊喜 我更希望在这里 与村民们一起共享美好生活